上海这段时间各种迷之操作 前后不一的表述可以说让人看得非常火大 很多人发出悲鸣 上海怎么变成这样 为什么吉林天津深圳都能成功 上海却不行 光生气没用 抓矛盾要抓主要矛盾 所以咱们去看待上海的问题 要往根子上抛 上次的节目咱们围绕如何解决上海 当前面临的困境 今天这期节目 咱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谈 这困境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大家好 我是磊哥 上海一直是国际公认的大都市 GDP总量 人均GDP 消费水平等各项指标 都在全国名列前茅 但是为什么一个如此繁荣的大城市 这次如此拉跨 这里咱们就要谈到一个问题了 就是商业化的分工 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 是200多年来独特的地理位置 它一直是中国通往太平洋最重要的一个航运枢纽大城市 整个商业水平特别高 做各种服务 各种配套的企业极多 这就好比一个大户人家 主人是商人 搞外贸和海运赚了大钱 家里雇佣着各种各样的用人 有做卫生的 有做饭的 有司机和园丁 主人就做自己的主业 家里其他的事都外包出去了 主人发财 用人们发的薪水就越来越高 雇佣的人也越来越多 结果疫情来了 今天没人做饭了 明天没人打扫卫生了 后天没人洗衣服了 大后天接送的司机来不了了 整个家一下就瘫痪了 上海政府为什么组织能力如此拉跨 正是因为上海一直都非常依赖商业化 把政府的各种服务和需求 全部都做成项目 对外招标 之后让专业的公司来做 政府这样做 可以不断提升城市的商业水平 增加GDP 而且商业越成熟 竞争越激烈 政府可以压低价格 服务质量 让商业公司的竞争来提升 其他城市也会这么做 但是像上海这样如此细分 如此彻底的商业化 全中国还真没几个 这里咱们就要举个例子了 全国城市做核酸检测登记 都是提前在手机小程序上 把资料都填好了 身份证名字都写好了 拿着一个二维码去排队的时候 这么一扫就完事了 只有上海不用手机 用一个PDA 你都忘了这个词了吧 显示屏分辨率也不高 大太阳底下也看不清楚 扫描识别率也不行 系统还容易崩溃 后来登记系统被国家接管之后 才开始用手机扫码 现在手机性能非常强大 太阳底下会自动提高亮度 屏幕分辨率也高 摄像头像素也高 任何方面都碾压老式PDA 那为什么上海还要用呢 看看这设备的报价 设备一万块钱 增值服务两千 本来一家软件公司就能解决的问题 手机上直接就下载了 还得要再搞一个硬件公司 来生产专门的硬件 咱们这里不提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 咱就再商言商 这样搞是不是拉动整个城市GDP 拉动就业了 也带动商业活跃度了 而且私营企业还盈利了 那么问题在哪呢 咱们来看看深圳 深圳作为高科技制造业的中心 也有防疫智能硬件设备的应用 比如说这个玩意 深圳在疫情期间搞出来的 专门放在比如小区公共场所门口 这个玩意儿相当于是人脸识别 加上场所码 再加上核酸过期检测 提前用健康码一扫就行了 减少了人工看行程码的过程 小区入口通道什么送外卖的 送快递的 进小区的 扫描健康码 而且这个设备可以实时根据地区的管控情况 来管理人流 这玩意儿是不是也拉动商业 也拉动制造业 带动就业提升城市GDP了 但是这两个例子放在一块一笔 就看出问题来了 上海那边有点多此一举 但是拉动了经济利益 深圳这边很明显是科技为人服务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 商业化不是不行 但是你的初心不能编了 不能为了商业化而商业化 更何况这样非常容易滋生出腐败的空间 上海的市政在这次疫情爆发前是非常强的 这依靠的是商业化跟更多的细分 和平时期 大家享受这种商业化带来的服务和高销 但是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 也在于它过度依赖商业化 一旦商业活动停止了 整个系统马上就崩了 因为商业化是不会考虑到灾害处置应急 这种极端情况的 这一点和香港就非常的相似 现在上海面临的问题 就是正常商业活动垮了以后 政府没有能力快速建起一套系统来 没有办法协调各个商业机构的配合 物资其实根本就不缺 但是缺少是协调物资调配的能力 因为以前过度依赖商业服务 政府又没有应急机制 才导致我们看到上海老百姓在网上喊缺物资的情况 从这里看是不是西方经济学鼓吹的纯市场经济 它就是不靠谱的事呢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可以在短时间内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 其实靠的就是市场自由发展和政府的引导干预 光靠市场结果就是变成美国 你看个病 医生问你几句话 给你开个药 账单就好几百 学校枪击都恨不得引进保险来解决问题 那长期以来啊 一直都有人在鼓吹小政府大市场 过度神化市场经济的作用 甚至想让政府彻底退出所有的领域 全部交给商业机构 那一旦这种情况成真了 放在城市上 那就是高端小区富裕阶层 它可以靠市场自制 而普通老百姓跟底层民众 那就玩犊子了 没人管你了 所以看美国就会形成大量的所谓富人区 穷人区 因为资本是不会做赔本买卖的 太平无事都没问题 这套运行方式看不出来什么破绽 但是一旦遇到极端情况了 整套体系迅速瓦解 这样纯粹的市场化 在资本质上的逻辑下 哪怕是最高端的小区 最终也会面临到买不到菜 吃不上饭 垃圾遍地的情况 而更要命的是 你把一切都交给市场了 政府完全不管 极端情况来到的时候 市场直接进入到无序状态 那么各种权力都可以寻租变现了 资本和权力勾结在一起 那结果就是投机倒把 囤货居旗 破坏民生保障 跟物资供应的情况 全都冒出来了 我想最近有一些上海朋友 应该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最终结果是你有钱 你也买不到东西 还记得去年美国德州的暴雪吗 当时普通民众是家里断水断电 电力公司疯狂涨价 而市长却说 救援是社会主义国家才会做的事 你们要靠自己活下去 完全市场化资本化 最终下场就是这样的 倒霉的是绝大多数的普通人 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 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在中国吧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了 如果你是集体主义中培养出来的政府 突然去走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那一套 那必然就摔大马趴 本来应该是全国一盘棋 靠着全国力量建设发展 这时候如果突然去搞美国式的小政府大市场 基层自治 那下场就是苏联末期 相当于是你自费武功了 即便是美国 看看当年罗斯福是怎么带领美国 走出经济危机跟社会危机的 当时罗斯福就是搞铁腕强权治国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 下大力度抑制资本 限制商业过度自由 打击投机倒把 提升劳工权益 听着跟社会主义一模一样 是不是 当时美国政府在罗斯福的带领下 权力大得很 那绝对是大政府 从上面的种种例子就能看出来 开放自由包容的社会环境 跟经济制度组织模式 它并不是冲突的 在一个开放自由包容的社会里面 同样可以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府 可以团结人民 可以高效调动基层组织 这样国家才能强大 整体凝聚力才会强 而最糟糕的政府 无不例外都是为资本跟帝国主义服务的 一旦一个政府不为人民服务了 那必然就是一个例证 没错 我说的就是台湾民党伪政权 说了这么多 保障社会基层治理 保障民生物资的运输跟配送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现代化大城市 尤其是在中国 都应该在短时间内能够解决 如果做不到 那真的就很奇怪了 如果做不到 想象教员那句为人民服务 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魔都的经验教训 给全国都提醒了 现在很多城市都要求党员 必须去社区报道 做到一旦有需求 可以马上投入到社区工作里 维持社会正常运转 志愿者体系也越来越完善起来了 最后希望上海能度过这次疫情的考验 重新振作起来 加油上海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super 悫p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 sunk-in-ova- abrir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in myślave m